玉琳哥講說 未來的五年內 都是啦啦隊的天下 我們也會叫三振舞 三振舞 你乖乖當你的250就好了 誰要遇到我的前衛 我們比較難被遣服 身體也不行 身材也不好 長相也稍微遜色 你問到我們的痛處 我們都一直都 我準備了二十幾年 沒被遣過 我都不告訴你 好想被遣 對啊 我都已經把我的底線射到 我男女不舉眼 老少嫌疑就 已經友善廁組 我現在比較不會了 現在事情都公開 大家這個網路 現在我們都不是啦啦隊了 沒辦法了 玉琳哥講說 未來的五年內 都是啦啦隊的天下 沒辦法 我們也會叫三振舞 還三振舞 你乖乖當你的250就好了 遇過請我去北京錄影 上節目沒有酬勞 沒有酬勞 對 那可以幫你有知名度 但我盡量幫你爭取 有來回機票跟住宿 我心裡一想 要他沒爭取不好的話 我要划船過去 對 結果我聽那個節目 也真的也還好 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沒事… 就我也不要戳破 看破不戳破這樣 然後就 謝謝… 沒有時間這樣 我在台灣忙 這個行李我們做圈內 在我們還在辛苦的時候 當然吃了很多的餅 阿六 我跟你講 你真的很適合 我跟你講 我準備要開個節目 我一定要找你 到時候我再跟你聯絡 好不好 在這個圈子 真的接到通告 執行完拿到錢 才是… OK 其他的都是講 空狗做白話誰都會講